同樣是降息 為什麼美債跌得比公司債還差 像是買進美債好時機嗎 00679b 0687b 0751b 00937b 其實在降息循環裡面 理論上美債的價格應該是要漲 那反而是公司債比較不會漲 那為什麼現在整個情況是倒過來看 到底是跌得比較深的可以買 還是說沒有跌的後續可以就期待 萬物不尋常必定有原因 今天我們就是要幫大家找出原因來的 老師因為美債最近已經連談兩天了 這到底是談真的還是談假的 其實我們應該看說 什麼價位是我們認為說可以去低階的買點 ㄟ 基本上就可以去做介入了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盛 爛年財富feefeefee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聰 嘿來看一下 投資必修客 等等等等 同樣是降息 為什麼美債跌得比公司債還慘 像是買進美債好時機嗎 是嗎 00679b 00671b 00751b 00937b OK 我跟妳看在旁邊我突然有點壓力 怎麼了 快比我高了 對啊 這個不錯 這個好高 這個不錯 來 要不要摸摸我的頭啊 這樣不舒服 我也是跟你一樣很挺 很挺喔 跟誰 你的頭髮一樣 我也是跟我一樣挺 嚇死我 說這些秘密不要亂跟人家講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三個分析師好不好 好 扯遠了好開玩笑 第一位 張昆鎮分析師你好 來 看一下 帥哥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好 股價也是一樣挺 我也是很挺 鼻子挺 對 鼻子 就鼻子是不是 沒有啦 哪裡挺 好啦 好 你知道 你們很熟啦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好 那我就說 就是說 其實在降息群的話裡面 理論上美債的價格應該是要漲 那反而是公司債比較不會漲 那為什麼現在整個情況是倒過來看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這集很專業 好 很專業喔 很專業 來來來 謝謝老師 來 第二位 來 這個應該跟玉凱都同一等級的分析師 多兩次了 謝明哲分析師你好 你自己做專輯的 唱歌等級嗎 唱歌嗎 來一首啊 來一首啊 我不會唱歌 沒有 我不會唱歌 來啊 來嘛 自己要挖坑的啊 啥首歌 快點 我們吃東西等級差不多啦 對對對 因為 好 要已經放下自己了 對啊 因為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降息循環啟動 但是美債反而是跌 那到底是跌的比較深的可以買 還是說沒有跌的表現 會表現比較後續可以就期待 我覺得今天可以聽凱哥怎麼講 好 因為好像公司債 跟美債 怎麼同樣降息 怎麼公司債都沒什麼跌啊 嗯啊 美債跌著好像天昏 跌那個 西哩花啦 西哩花啦 西哩 天昏地暗啦 跌的很誇張 為什麼是這樣 好 明哲老師 你的LINE也要加一下 因為他也蠻專業的 對 然後我們來看第三位主講者 林玉凱分析師 你好 老師你好 大家好 因為其實我們講這個 萬物不尋常必定有原因 今天我們就是要幫大家 找出原因來的 哦 六月血必有冤屈啊 是 來 我們看一下 現在已經十月份了 有沒有冤屈呢 嗯 十月份 現在十月份有雪也很奇怪 必有冤屈啊 有冤屈喔 北海道要下出雪了 哦 對啊 要去玩囉 要去玩囉 來 老師你好 好 好 謝謝你 沒有沒有 你不用後退 你這體重就這麼重 哦 不會不會不會 你看 我很小隻 有沒有看到 我跟妳比我小隻喔 不會耶 我們差不多耶 我很小隻 你看 一個你比 不會不會 你剛剛說 我跟這個明哲老師 我們同一個量級 我不是太有福氣啊 你看你一比啊 我本來算撞了 一個你比我就變好瘦 我們還是有一個程度 電板變板很寬的 看起來就差不多了 你看你就比我 對 我就練太壯啦 練太壯 對啊 沒辦法 是來 全球資金 前進美債 好 下次拜託你 肚子不要練那麼壯 好不好 肚子真的是練太壯 對好不好 好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全球資金持續投入美債 為什麼它不動呢 因為這個聯準會降息的帶動 債券當然買氣大增嘛 根據岩調機構的一個顯示呢 第三季 美國債券基因吸引了 1270億美元 大概是4兆台幣的一個資金流入 創下歷年來單季的新高 那當然啦 研調機構預期說 原準會現在當然只是一個開始 它降息不會那麼快結束嘛 持續降息之下呢 雖然美債有拉回 可是 仍可吸引 投資人持續的一個進場 那我們簡單看一下這個圖片 有沒有看到 最新的一個季度 第三季 1270億 是創新高的 美金喔 美金喔 4兆的台幣喔 一季喔 一季而已喔 對 以前大概600 700 800 900就算很多了 可是呢 有沒有 今年開始有這個 越跌越買耶 越跌越買啊 有這降息風生出來之後 今年開始就破千億了 千億在創新高 是看這數字知道 能當這些人是傻瓜嗎 而且買美債 基本上是投資機構 投資機構 受險的 有研究員分析師這些的 是 是不是 沒有錯 好 那就很奇怪了 明明這個就是一個送分體 而且明明資金一直湧入 為什麼它好像最近漲不太動 我們先來分析原因 好 先看一下今年以來 美債和公司債的一個表現 我們把它一分為二 公司債的ETF呢 有這個 元大投資級公司債 以及群益ESG投等債 以及元大AA到AA的公司債 其實今年以來的表現 大概是3到5個百分點不等 可是反觀這個美債的部分 還不中不少耶 對啊 我美債部分就比較差一點點 包含中信的美國公債20年 好 0068GB國債20年的美債 以及元大的美債20年 好像都沒賺錢了 今年以來都沒賺錢了 是怎樣呢 好 原因在哪裡 為何這樣 為何呢 好 來 下一頁 下一頁 講台語 講台語 沒有 後一頁 後一頁 好 六字英語喔 要繼續台語嗎 可以說 連尊會中以後 中以後 我還是想過 這要看崑珍老師的頭像 連尊會怎樣 不要去說 好 他有苦讀過台語 我有 我有學過 他要 你看喔 你是怎麼那麼多啦 連尊會沒有台語啦 他講連尊會耶 他很厲害耶 連尊會 他真的比較 沒有人聽得懂啊 我聽得懂啊 對啊 我怎麼會懂啊 在哪裡 聽得懂啊 在哪裡 聽得懂啊 什麼啊 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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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有沒有小 喔 喔 是小還是 小啦 小喔 公西小 公西小 小還是 三聲 小 你幹嘛 四聲 好 好 公識在 竟然只有小跌 三個百分點 就是說在漲的時候 他漲得比別人家少 跌的時候跌得比別人家多 怎麼會這樣子 欸 幹欸 對啊 你美賽不是很穩健嗎 就是啊 看一下放大 是美賽 跌6% 來 對吧 降息之後 這美賽要漲囉 結果呢 跌了6.5個百分點 這美賽喔 來 看一下 公司在 往上一點 可是公司在 也有跌 可是只跌3% 只有你的一半 對 像我的體重只有整整的一半 一樣的概念 欸 對 沒錯 對 所以 沒有錯啊 是啊 就是 十位數跟各位數嘛 不是不是不是 誤會太深了 好 假設我80公斤嘛 一半是40啊 40啊 你百位數還是1啊 百位數 沒有百位數 對 好 所以是140 好老師 沒你的問題 你猜他體重是140還是150 不是 你是要問這問題嗎 不是不是不是 130吧 對 老師我想問啊 美在他最近幾年兩天都長 然後不回答我的問題 老師其實才80而已啦 老師 你可不可以把問題問完 你被問問題的時候突然就講個體重 聽不清楚他講什麼 我看到 有很犀利的眼神先飄過來 我就不敢問了 老師因為美在最近已經連談兩天了 這到底是談真的還是談假的 我覺得這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你說當然已經有這個 強勢的反彈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 我覺得應該講說 你不用去判斷他的技術面表現 我跟你講他就像 生病的那個感冒的病人一樣 是 他的彈是真的 彈是真的 彈是 你看他現在都比你有梗 他馬上接我的 真的耶 是不是 默契 真好真好 這是彈真的嗎 彈喔 我覺得彈真的 如果感冒的話彈一定是真的 對 那美在也是感冒嗎 我覺得這個美在的話 其實不見得要用技術面的這個面向來去看他 其實我們應該看說 什麼價位是我們認為說可以去低階的買點 其實昨天我們那個明哲老師有講到美在 其實我認為我們就講說這個 之前美在的那個低點是27塊多 對吧 其實我覺得大概看到二字頭 這個都是一個很理想的買點 因為真的啦修正太多了 這一波真的修正太多有沒有 而且這個地方 你說有沒有機會等到這邊不見得 可是跌破三字頭基本上就可以去做介入了 好有機會喔 有機會喔 三字頭 因為昨天剛好有個來賓 跟你數通數重量級 他說不用跌破 他說三十幾塊 三十元可以買了 也可以啊 因為其實你說二九多跟三零多 不會差太多 也不會差太多 重量級的分析師 林哲老師是昨天你講的嘛對不對 對啊 對啊 就像我九十多跟一百零級 沒有差很多啊 差不多啦 就像重量級跟餘量級的差別 兩個都不太說謊話好不好 因為差不多是一百二跟一百一跟一百二的差別 林哲老師這麼重 一百二 我一百一 所以你承認你一百一 我沒有啊 一百一的差別 我一百一 看就知道 所以老師謝謝 我們算還可以買 我們繼續看下去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只跌三分三 不是說降息喔 債券公司 不論是公司在美債 債券公司應該降息應該要漲 應該要漲 為什麼呢 而且為什麼美債還跌那麼兇 今天我們來個教學 首先呢 影響美債跟公司債有幾個共同的因素 一個當然就是匯率 因為我們發行 也有降息嘛 也有 可是它是其中之一個而已 對 降息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是成分最大的 可是匯率也是 因為我們要換成美元來購買嘛 一定會受到匯率的影響 再來呢 折議價 買ETF一定要折議價 我們是台幣基價 可是它每一次變動的是不是美元 對 是美元 對 美元在變動的 然後折議價以及升降息的部分 可是 折議價什麼是 折議價就是說 所以現在元大美債跟國泰美債差別嗎 折議價 就是說 比如說它會有一個市價 市價就是說每天類似股價的一個變動 可是它也會有一個真實的價值 我懂啊 折議價太多也不行 折議價太多就不好 加上它之前裡面的人追價還那麼誇張 一座三 原本三 原本四座三 那股價腰斬再腰斬 等於打 打了二五折 很誇張 就是因為太多人去追 所以議價太高也不好 議價太高也絕對不好 所以OK 現在元大美債有一個 像我昨天看的時候 跟國泰美債 我看的時候大概現在 議價都差不多0.4%一下 還算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 0.4%其實還算正常 好不好 如果你大筆資金的話 要教大家一個東西 你直接去初級市場申購 就不要買了 那你要賺那個議價幹什麼 不要在市場上買 對 所以最近為什麼元大美債 為什麼其實最近 申購量特別大 一來幾百億馬上都 銷售一空 是 好 那升降期就是大家 普遍比較知道的 可是呢 這就不是影響到最近 美債下跌的一個原因 我們真正要來破解它的原因 好 那我們直接看這邊 好 這件事情 公司債是不受影響的 是什麼呢 就是聯準會的縮表 因為我們知道說 現在聯準會還是在進行一個 縮減資產負債表的一個動作 好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聯準會透過減少它持有的美債 就是說在市場拋出美債 對 給美債 對 那我可以拿回什麼 現金 收資金回來 所以我錢就變少了 對 對 等於有點降行的感覺 我在市場上股票 市場上的錢 或者市場那邊的錢 收回來 所以我要把美債丟出去 是 丟美債 丟美債 那供給就增加 對啊 就是導致供需的一個失衡 供給增加價格就會減少了 是 沒有錯 你看為什麼醫生薪水比較高 供給少嘛 醫生人比較少嘛 是 你看菲律賓的醫生就很多啦 對 那他薪水就比較低啦 供給多 跟供給少 會影響價格嘛 對 對喔 對 原來有史喔 對啊 就像我們福利社只有一個醫生 所以Coco就會黏著他 可是現在中坤針出現了 Coco就不鳥他了 對啊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不是 這個應該是 Coco其實每個都可以啦 每個都可以嗎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他也是會挑的喔 會挑嗎 明哲你行不行 搞不好明哲老師 你看他沒有想要看過 你幹嘛明嘴啊 明哲老師啊 明哲保身 我懂 保身即可 你連演一下都不行 就說OK我渴嘛 對啊 我不渴 哈哈哈 你直接講過 欸 欸 我霸入啦 欸 怎麼辦 怎麼辦 不對啦 走走走走 我是說很口渴的渴啦 所以你有沒有口渴 有口渴 所以你渴 我渴 明哲老師有渴 你渴 渴 渴什麼 可以 渴不渴 他不敢講啊 好不好 欸第一次他直接拒絕人家欸 對啊 沒有不是第一次的 不是第一次的 沒有我是很忠心真心 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專一的 好 再拉遠一點專一的 那好 昆哲老師可不可 什麼明顯 明哲老師可不可 蛤 那個小朋友笑得好開心喔 怎麼辦 而且他今天表情都在臉上面 集中focus 他那個表情看起來 好討厭好寫實喔 對啊 好不好 縮表 所以供給跟需求 你剛剛問什麼問題 沒有 我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是我點他啦 供給跟需求 你突然點Eason啦 是 你講Eason OK 所以其實這個是供需的問題 把債券丟掉 對 到市場裡面 到市場上 供給就增加了 我才能把資金收起來 為什麼要資金收起來 因為市場上資金太多了 是 錢多了 通膨就會增加 是 我每個人都多一百萬 就要收資金回來 我每個人多一百萬 那我東西就會花越多錢 我東西就會變貴了 是的 所以要降低通膨 好不好 確定通膨下去了 我再給他降低一下 好看一下 好 這樣懂喔 我們這樣講的沒錯對不對 是沒有錯 好 所以老師你看一下 最後一次生息以來表現 差更多 是你剛才講是新年表現喔 你要最後一次生息來 對啊最後一次生息來 你看 這個公司在漲多少 00720B 漲了11% 00751B 漲了6.6% 所以我們可以有接受一點再次 OK 好 00720B 漲了11% 00751B 漲了6.6% 反觀美在的00687B 跌的 講話話 009B 也是跌的 好累 沒有力了 沒有 好不好 每次錄已經錄到第四集第五集內了 好不好 老師所以這個是 來老師你剛好你的尊臀遮住了 所以這個 不是不是 往另外一邊好不好 好 公司債 這個都漲 每債都跌 降息以後 好奇怪喔 對因為公司債沒有供給的增加 每債有啊 公司債是譬如說我蘋果 我突然有 這個我公司債 降息 我還要怎麼樣 還要 還要 我還要縮表 我還要把file 老師降息又縮表 會不會很奇怪 會自打嘴巴 其實我覺得 聯準會的每個政差都有它的時程 像我們剛剛沒有看到說 這個時程其實預計是要到明年的第一季場的結束 到2025年的3月底 我懂了 他賣相利率正常化啦 是 因為你不能這以前的市場丟那麼 你在市場的錢這麼寬鬆 對 同時這樣做 因為有時候好像自打嘴巴 其實都是賣相利率正常化 因為你太高的利率也不好 你在那個市場上 你不縮表一直犯水也不好 對 是這個原因 所以有些人覺得好像聯準會的難為 也不是這樣子 真的是難為 也是因為真的 應該說真的是難為 好 你繼續看下去老師 好 那其實就是因為聯準會的縮表 導致美債漲不動 這真的是有實力來看的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 紅線就是這個TLT的部分 好 那這個藍線的部分 來 藍線來 我們看一下 這是什麼 聯準會資產負債表的規模 如果有在縮表 是不是真的會讓美債漲不動呢 好 那我們先看表格 先看表格 好 那我們舉的是兩個例子 一個是從18年到20年 當時它的這個縮減的幅度是0.7兆 它對全市場賣壓的占比 是4.1個百分點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增加特別多 因為這次縮減的縮表的幅度是1.9兆 賣壓的占比會來到7個百分點 將近3個百分點 因為我們現在規模越來越大了 對 可是問題是它縮減幅度也很大 所以37個百分點 是的 跟4.1個百分點 好 是那2018年和2022年 太陽那時候縮減的時候怎麼樣老師 這是縮減幅度嗎 對 對 縮減幅度 對 可是這次縮減的幅度 因為比較小嘛 相對比較小 所以美債還是有漲 初期沒什麼漲 可是後面還是有上去 這是美債價格 說說說說你愛我 我說不出口 Coco Coco神神的說說愛你 我就大舌頭 Coco Coco神神說愛明哲 根本就沒有愛 根本是假的 根本沒有講 我是好朋友耶 明哲老師很介意這個點 什麼東西 就很介意 Coco Coco沒有喜歡玉凱 他也沒怎麼樣啊 不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對啊 是不是帥氣還是王陽明 對 還是王陽明 來 好 來 對 所以說當然縮表 所以要縮表真的有影響 債券價格 所以就拉起來 所以只影響初期 初期 所以我了解 所以這一次 好 二零二年又開始縮表 對 從二零二以來呢 持續來做一個縮表 所以說因為他這次縮表的 幅度跟力道 比上次來得猛 所以才導致這次 即便進入降級循環 美債還是會有一點 上不來 所以這樣你看看起來好像 你看這個下 下降 是 一個趨勢線 應該說有一個壓力線 你看到他還是會感覺 你就是一個趨勢 是 下降的一個趨勢 看起來就是因為怎麼樣 縮表的原因 縮表了 因為供給增加了 供給持續在增加 原來如此 而且難怪什麼 最近拍賣 競標利率都不太好 是 因為有時候還怕會流標 所以會發現到 這一次的力道 看起來降息 一個降息的力多 可是一個縮表的利空 這對這間市場 是 所以變成一毫一壞 一毫一壞 所以還在影響 可是 老師講重點了 之後縮表到差不多的時候 這個時候 縮到差不多的時候 債券就有機會拉起來了 對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第二個重點 它只是一個短線的影響 好 而且之前也告訴你這個表格 是短線的影響 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一下 這個我們福利車講過老師 你說降息後一個月 好 我們就合併來看囉 好 首先呢 我們知道 降息有兩種 通膨降溫跟經濟衰退 好 通膨降溫這兩次呢 89年開始 以及95年開始的這兩次 好 那我們直接用大框框來看好了 好 那我們知道說 從降息之後的一個月表現 不錯 可是呢 這一次好像一開始 表現沒有那麼好 95年反而衰退 有降息喔 反而衰退跟現在很像喔 對啊 只有5、6% 是 可是最後漲了48% 最後漲了沒錯 而且半年後反而漲了11% 對啊 漲了12% 因為-3.6%到8.9% 是 反而漲11% 說不定現在買 來個5個月漲10%喔 有可能喔 不是不可能喔 老師你去說 然後經濟衰退這三次也是一樣 01年、07年和19年 也是一樣嘛 第一個月都是先跌 對吧 只有19年這一次漲11% 可是它前面漲11%之後呢 後半年它也不太漲了 對 反而前面是跌的 有沒有 後面呢 這邊沒有 它知道整個降息期間後面才拉上去 可是在07年的這一次也是一樣 老師所以月跌就算半年後還跌 你更要買 月跌要買 更要買 因為你看一跌負2.5%到最後漲29% 是 反而漲30% 沒有錯 而且老師你看第一個月降息後第一個月 跌漲的幾率40% 跌的幾率是60% 沒錯 五次裡面有三次是跌的 是 說不定以後再一次降息循環 看這一次的時候 不對 是六次裡面有四次是跌的 有可能喔 老師這個也很誇張欸 六次裡面是四次跌的 對 百分之快70% 都是下跌的 所以以後會發現一件事 第一個降息過後 反而一個月內喔 反而債券都跌了 都會先進再說 再加上這次還有怎麼樣 還有縮表 縮表 對 謝謝老師好不好 所以老師告訴我們這一切的預告 好不好 所以老師那第二個結論呢 還有一個結論來 好 每在近期的漲勢不如預期呢 可能是什麼 因為縮表的影響 好 第二個呢 第二個是什麼 現在呢 美在實力的相交於公司債雖然低 可是呢發行機構是美國政府嘛 沒有風險嘛 對幾乎 姐姐他老公幾乎是沒有風險的 這是我的笑話 這你的笑話嗎 很難怪自己講就覺得不好笑 那幹嘛講呢 吃人家豆腐 肉豆 現在雖然公債實力相交於公司債雖然較低啦 抱手比較低 可是崩盤的時候 反而大蕭條的時候 美債 你不要看現在美債好像很弱 反而美債會漲喔 是 公債可能會跌喔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有沒有學到啊 有 交通追 三角追 三角追 那有沒有三角戀愛很多人追 沒有 也不錯喔 不然顯心梗 第一個來看看你的對象 來 昆森老師你好 好那我就說 就是剛剛提問我一下就一個結論 昆森老師不想提議 這個意思 沒關係一個結論 三角追蠻可愛的 謝謝 好就是一個結論 如果有閒錢就是去買美債 對就是 如果存款啦 你說存款擺在那邊 現金也沒有幹嘛 就買美債 基本上放場一定都沒有問題 好 謝老師 明哲老師還沒問問題 他就先笑了 想到什麼 沒有我想到 剛剛公司債應該公司債 債 債務 喔 是 是 是 對啦 你是在說什麼 小朋友 小朋友 不要別人說 這不重點啦 老師現在講 沒關係啦 什麼想法 我在想就是 就是我們在昨天講的嘛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不用太在意 那個短線上面可能沒有賺錢 因為 反而債券你就不能期待說 他跟標股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部分其實如果說有低點的話 大家還是可以用 資產配置的角度來 來去做一些布局跟操作 老師我跟妳講啊 其實這個山腳追 你根本就不用追 什麼山腳關係很多人追 你看上面寫 危險物近 不要靠近他 好不好 所以明哲老師沒關係 這個我沒有追在他 沒關係 我沒有要追啊 我沒有要追啊 他笑得很尷尬 不是他的菜 你要跟他說 我也沒有要被追啊 不要靠近我 危險物近 好不好 那什麼要進呢 我會進入我們頻道啦 還有加老師的line 手機拿指 或者點標題 拿橫的話 點一下畫面都有標題 或者這邊有標題 或者這邊有標題 橫的時候好不好 點標題以後 三個老師的連結都有 好不好 或者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或贈助我們 我們都恭喜妳嘛 每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三線 一三五節拍影片 二次教學影片 鑽然的話 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热年財富 廢廢廢物 大局大力多 哇讚耶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看歌 然後歌神 有機 買這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之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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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二月一周 創大虎 想先到 開始想打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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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яз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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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賺咬 玩го 來 接着 一十 alum 二 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貴貴貴 謝謝